Hello 大家好 我是卓舒 这是一期关于增高的硬核科普 为什么我们一个受止珍重的频道 要做增高的内容呢 一方面有很多人私信我 他们担心健身训练会不会影响涨高 而另一方面又有很多博主 用成年人增高这个概念 在收大家的智商税 那不如我们用一集视频的时间 彻底搞清楚 身高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一只儿童的手 和一只成年人的手 我们都能够看得出来 成年人的手要更大 更长 原因是成年人的手骨 要比儿童的更粗 更长 这是我们要记住的第一个要点 身高的本质 其实就是骨骼的长度 那骨骼是怎么变长的呢 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儿童的手骨 这一节骨头下面 好像还有一节挂在上面的小骨头 其实这两部分 都是我们骨骼的硬骨部分 而在硬骨周围 特别是两端 还长着一层软骨 只不过软骨是半透明的 到X光的时候会透过去 其中这两块硬骨之间 填满了软骨的空隙 我们称之为骨喉线 这是我们要记住的第二个要点 骨喉线是判断我们 有没有增高潜力的标志 随着身体的增长发育 这些软骨会被当作原料 在成骨细胞的作用下 被一点一点加工成硬骨 我们的骨骼也就会逐渐变粗变长 身高也会越长越高 只到某一天 这些软骨全部被骨化了 这条骨喉线也完全闭合了 我们的骨骼就定型了 从膝盖附近的腿骨可以看得更清晰 左边是儿童的骨骼 骨喉线的空隙还很大 说明还有非常大的增高潜力 右边是成年人的骨骼 骨喉线已经完全闭合了 只留下一条白线 说明已经没有增高的潜力了 这就是判断是否还能长高的唯一方法 只要骨喉线闭合了 无论你再怎么折腾 身高都是不会增长的 那既然骨喉线闭合就无法继续长高了 那些成年人增高的教程 好像还有人说有点效果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障眼法 这些教程会使用一些技巧 给你的身高数据带来一点力感见影的增长效果 但你的实际身高其实根本没有变高 来我们一起走进科学 探索成年人增高的奥秘 首先是最常见的拉伸增高法 这是我们的脊柱 每节脊柱椎体之间都有一定的空间 里面是充满了液体和弹性的椎间盘 如果我们把脊柱从两端往中间压 椎体空间就会被压缩 整条脊柱的长度就会变短 所以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你早上测一次升高 晚上再测一次升高 你会发现你变矮了 但是睡一晚上 第二天早上升高又回来了 因为我们的身体经过一整天的直立状态 重力把脊柱不断的往下拉 椎体空间就会越压越少 你的身高也就会随之下降 晚上睡觉 脊柱是平躺的 没有垂直方向的压力 椎体空间就会舒展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所以身高也会恢复过来 就这么简单 一点也不神奇 拉伸增高法 就是通过舒展脊柱的运动 增加椎体空间的高度 拉完去测一下身高 哇 我长高了两厘米 这太有效了吧 当然用不了几个小时 你的身高就会恢复原状 所以你现在知道 为什么我说这些增高方法 是障眼法了吧 还有一个比拉伸增高法 稍微要靠谱一点的 是体态纠正增高法 我们来看一下工具人同学 他的身高是1米72 这里我用一个非常神奇的方法 让他的身高马上增高3厘米 大家要注意看清楚了 哎 工具人 把那个背挺直一点 你看 他的身高1米75了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这就是矫正体态增高法的核心原理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 多少都有点圆肩驼背等体态问题 让你在视觉上看起来没有那么挺拔 测出来的身高 自然也就会比你的实际股价高度要矮一点 把体态问题改善了 暂时更挺拔了 测出来的身高数据 自然也会上升一点 这种体态纠正其实是好事 会让我们变得更有气质 只不过我想要你知道 你的身高并没有因此增高 你只是临时恢复到你原来的样子罢了 如果你没有长期坚持改善体态 又继续保持着不良坐姿 身高还是会矮回去的 其实我比较在意的点是 如果一个教你增高的up 能够告诉你 这是通过椎体空间和改善体态的原理 让你的身高数据临时增加两三厘米 开心开心 我觉得这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他们总是会故意避开 对这些原理的解释 只告诉你按他这么做就能够变高 让你产生一种 只要坚持跟他练 就能够从一米七增到一米八的错觉 这就很对得起智商税这三个字了 好的 吐槽归吐槽 我们来继续聊聊未成年人的增高方法 这里当然是指骨喉线还没有完全闭合的情况 其实骨喉线的闭合时间 大部分人会在17到24岁这个年龄段范围之间 并不是一过了18岁就直接闭合了 所以有的刚刚成年20出头的同学可能会发现 自己跟着那些成年人增高法练了一段时间 哎 身高确实永久增长了2到3厘米 很有效果哎 其实这就属于相冒碰到10号纸 你的骨骼线可能还没有完全闭合 练不练它都会继续长的 所以如果你还想知道自己有没有最后一点长高的潜力 去医院拍一张X光片 让医生帮你看一下骨喉线就可以确定了 那如果你运气很好 骨喉线还没有闭合 那要怎么做才能够尽量发挥长高的最大潜力呢 吃好睡好 就这四个字 我们可以把握身高的方法不多 因为有79%的影响因素都来自于基因 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开始 你的身高范围就基本有定数了 如果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身高范围里 尽量够到它的天花板 那就要把握好基数水平和营养摄入 基数水平我们没有办法直接控制 在前面关于传统手艺的视频里我也有讲过 只要长期吃好睡好心情好 自然就能够让你的生长基数 长期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 比较关键的还是营养摄入 影响身高的核心营养 主要就是蛋白质和钙 所以很多父母都会给孩子吃钙片和牛奶 我们也听说过曾经日本人的平均身高比较矮 是因为当时的文化以素食为主 缺乏足够的蛋白质摄入 而从1900年开始 日本人开始在食物中大量加入海鱼类和更多的幼食种类 保障了蛋白质的充足摄入 在这100年的时间里 他们17岁7年的平均身高 就从1米58增长到了1米7 效果相当显著 所以给大家总结一下 如果你的骨喉线未闭合 还想尽量长高一点 那就要保证肉蛋奶的摄入充足 把蛋白质吃够 还可以定期吃钙片 除此之外 还要做到营养均衡 包括碳水化合物 脂肪 以及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均衡摄入 才能够让身高发挥到最大的潜力 挑食和熬夜这些坏习惯 那真的就是一定要改掉的 因为过了这几年 你的身高就很难有调整空间了 那么运动对身高的影响呢 在我们的印象中 篮球运动员都挺高的 举重运动员都挺矮的 是不是说明要选择正确的运动 才能够长得更高 很遗憾的是 运动可能对身高是没有直接影响的 这听起来好像有点颠覆 我们对身高的印象 实际上 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研究结论 能够证明运动和身高之间的关系 不同运动对身高的影响 更多来自于我们的主观印象 这个主观印象叫做 幸存者偏差 篮球运动员高 是因为个子高投篮更有优势 所以选出来的都是高个子嘛 而举重运动员之所以矮 是因为举起重量的做工距离越短 就越容易出好成绩 这里谁是阴谁是果 大家千万不要搞反了 当然是可以确定的是 大部分运动包括举重 都会对骨骼产生刺激 促进骨密度的增加 让你的骨骼更加结实 更加强壮 这对身高增长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所以像打篮球这种跑跳运动 不断的给大腿骨骼带来冲击刺激 说它对长高有帮助也是有可能的 同样 我们健身增肌做的力量训练 也会对肌肉和骨骼带来正面的刺激 对我们的生长发育 其实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的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训练会影响身高 尽管放心去练 如果实在是担心 那就暂时避开大重量深蹲 这种压在身体上的动作 先练别的 应该就没有什么借口了吧 好的 关于长高的一切 到这里基本就讲清楚了 其实我特别理解 很多同学对于长高的执念 毕竟身高确实是一种优势 但身高不像健身增肌 增肌是无论你到了什么年龄 只要练对了就会有效果 而身高更多是天赋技能点 不太受人为控制 这确实有一点点遗憾 但我也想告诉大家 人是多维度的 我们的个人形象 魅力 当然它会受到身高的影响 但是影响并不大 更多方面取决于你的性格 能力 学识 谈吐 思想和品味 这些方面都是可以通过 自己的努力而不断提升的东西 它们组合起来 最终会决定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努力成为你想成为的样子吧 我们下集再见